19.宜蘭大碑觀音道場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同瞻法義共墓福恩 疫情期間參與共修 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接下來請收看 愛護生命卡通動畫系列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有一對兄弟 每當小管回游的季節 他们每天晚上都會架着小船 出海捕捉小管 唉 弟弟 好了 我們回去吧 我們今天晚上還要出海呢 是啊 天快黑了 我们该回去准备一下了 哦 你们兄弟俩人 今天晚上要出海去掉小管吗 嗯 是啊 今天天气不错 非常适合掉小管的 嗯 现在正是小管回游的季节 这个时候非常容易掉到小管 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兄弟俩的工作了 嗯 小管 学名 锁管 具有夜行趋光性 白天 月阳高涨时 看不见它的踪迹 但是到了夜幕降临 海面一片黑暗时 它便会出现 吊小管非常简单 只要将聚余灯沉入水中 并且点亮船顶的聚余灯 在灯光的照射下 小管看到亮光 便会从黑暗处聚集过来 哈哈 上钩了 被拉出水面的小管 发现事情不妙时 会喷出乌黑的墨汁 但是为时已晚 它的触手已经被鱼钩勾住 无法挣脱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跑不了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可以掉到一二十只小管 运气好的时候 钓个上百条都是有可能的 有时候 哥哥会在锤钓小管的同时 顺便撒下鱼王捕鱼 等到天亮 便将鱼和小管一起送到海产店 或鱼市场贩卖 天亮了 该返航了 昨晚钓小管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不知道鱼王里的收获如何 哈哈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哥 昨天晚上的收获怎么样啊 昨晚大丰收呢 小管少说也有五六百只 还有近百斤的鱼呢 哥 你钓小管的时候又撒网了 你可真贪心啊 出一次海 自然是能多抓点就多抓点了 这哪是贪心啊 这些小管不是被红烧 轻炒 就是被放在网子上 晒成了小管杆 兄弟俩从来没想过 这些小管最后的命运会是如何 他们只在乎自己 每次出海能赚多少钱 直到有一次 他们俩在海边 看到了一群放生的人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得准备一下 趁着这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 再好好赚上一笔 嗯 上个月我们的收获很多啊 我想这个月应该也不差的 诶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是啊 我们去看看吧 啊 他们怎么会将鱼放回海里呢 哥 你看 那不是阿明吗 是啊 好久没见到他了 他怎么也在这里啊 走 我们过去看看 阿明 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哦 是你们兄弟俩呀 最近我一直在听法师的讲座 啊 法师 讲座 你别告诉我 你现在已经开始学佛了 是啊 我已经开始学佛了 今天是大家一起来放生的日子 我带着这些鱼准备将它们放回海里 啊 这些鱼你要放回海里 是的 法师说过 法师说过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我们不能肆意地伤害它们 剥夺它们的生命 杀生果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而放生复生则是极大的善行 所以我现在经常买些鱼虾 来这里放生 因果报应的事情你也相信啊 以前我也不相信 可是前一阵子 我突然感到痛痛 看了许多医生都不见好转 后来遇见了法师 他告诉我说 那是因果报应的原因 我想了想 果真如此 我平常最喜欢吃鱼头了 结果就遭到了恐报 从那时候 我便相信因果报应这件事 于是开始学佛放生 哦 这样啊 那你忙吧 我们兄弟俩去前面走走 你们俩现在还出海捕鱼吗 这阵子是小管的季节 你们不会晚上还在吊小管吧 是啊 怎么了 我劝你们兄弟俩 还是趁早收手吧 你们每次出海都杀生无数 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遭到果报的 不瞒你说 我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好了 你忙吧 我们先走了 这兄弟二人 对于因果报应 非常不以为然 哥 我们出发吧 你先走吧 我要把鱼网整理一下 怎么 你今晚还要捕鱼啊 是啊 出海一次 当然是能抓多少算多少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明天早上见 到了第二天清晨 今天他们兄弟俩怎么还没回来 我看一定是昨晚掉到了好多小管 所以才耽误了回程吧 哦 回来了 回来了 好像是弟弟的船先回来了 哎 只有这些货 怎么够我们分呢 不要着急 等一下我哥哥就回来了 我想他昨晚的收获一定比我多的 说的也是 你哥哥掉小管的时候 总会一起撒网捕捉鱼虾 他的收获一定不少的 是啊 你们就耐心等一会儿吧 嗯 然而他在海边等了许久 仍然没见到哥哥的踪影 弟弟迟迟不见哥哥返航 心中生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哥哥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都这个时间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啊 依照以往的经验 哥哥他早就应该回来了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吗 喂 海巡鼠吗 我哥哥昨天晚上出海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嗯 是的 哦 请你们马上去查看一下 嗯 好的 谢谢了 怎么了 你哥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希望哥哥平安无事 然而当海巡人员找到了 哥哥的渔船后 却发现他在船上 遭渔网紧紧缠身并卷起 脖子上有伤痕 已经弃绝多时了 啊 哥哥 哥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们发现他时 他就已经死亡了 看样子 他是被渔网缠住 窒息而死战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哥哥 杀死你的凶手 怎么会是我们赚钱的工具 渔网啊 那我们天天藏网捕鱼 钓脚管 岂不是也会被鱼竿鱼王所伤害 天哪 难道 这就是果报吗 这就是果报吗 繁华落井 颤浅浅 人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若不来 变成格式 对一位气喘素疾者而言 经年辗转于喘息的挣扎 生命就像是游走在 生死的钢索上 稍意不慎 急撒手人寰 黄师姐 请坐 我去泡杯茶给你喝下 哈哈 不用麻烦了 不会的 一下子就好了 你怎么了 要不要去看医生呢 没 没事 我的气喘病又犯了 哎 这病折磨了我好多年了 你难道就没有想办法 要治好这病吗 不瞒你说 过去我已经为了这个老毛病 四处求医 寻防 各种偏方 食补 药补 都没有效果 最近我还得到了一个 治疗这病的秘方 什么秘方呢 就是喝公鸭汤进补 这几天我已经连续熬煮了 七只公鸭 不过我觉得好像 并没有什么效果的 啊 这几天你已经杀了七只公鸭了 是啊 怎么了 阿弥陀佛 如此重的沙液 让人闻之胆寒 用这种沙液深重的办法 怎么能治好你的病呢 那你说 我这病应该怎么办啊 多病 乃为杀生之暴 你患上这种疾病 就是因为杀生太多 罪业太重 你现在还不悔护 仍然杀生 你说这病能好吗 多病 乃为杀生之暴 黄师姐 你快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吧 你过去的沙液太重 只有及时悔护 多做一些放生 护生的善举 我想只有这样 才能让你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放生 护生 我应该如何做呢 这样吧 过几天法师要举办放生法会 到时候 我再带你一起去参加 好啊 那实在太好了 谢谢您 几天后 黄师姐便带着徐女士 参加了老法师所举办的 放生法会 黄师姐 怎么还没到啊 快了快了 就在前面了 师父 这些都是这几天 我们购买的鱼箱盒棒 师父 我们现在就开始 把它们放生吧 好的 世间万物 皆是有生命的 挽救众生的生命 其实就是在挽救我们自己 奉劝大家 切莫杀生 积累罪业 放生 护生 行善积德 要多多积累善音 放生 护生 为的就是抢救那一口呼吸 每当我气喘发作时 坐里不安 卧不能眠 为的也是这死喘息 唉 轮回之苦 我怎么能重蹈覆彻 你们自由了 今后可要小心哦 不要再被抓了 师父 感谢你提倡放生 给我赎罪的机会 知迷而返 为时不晚 来 我们一起来释放这些生灵吧 嗯 好的 徐女士 从参加放生法会这天起 便接触佛法 了解了因果夜报的道理 而真正收实质之效 让病情慢慢好转 气喘不再发作的 就要归功于放生的功德 黄师姐 是你啊 快进来坐坐 嗯 你的病最近好点了吗 说来也奇怪 自从我修学佛法 不再杀生 念佛吃素之后 我感觉我的病好转了许多 放生是非常大的善举 如果想让气喘不再发作 我看你要坚持放生才行啊 嗯 我也这么认为 明天我们要在山林中放生小鸟 不知道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当然要去啊 以后每次放生法会 我都要去 小家伙 你以后可要小心点 别再被人抓到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许女士怀着忏悔的心 经常参加放生 而且从未间断 然而有一次 许女士不幸出了一场车户 啊 手脚都受到严重的创伤 哎呀 你的手脚都受伤了呀 黄师姐 你不知道啊 那辆车当时就直接朝我撞了过来 我还以为自己的命完了 谢天谢地 我想这是菩萨在保佑你 你好好的安心在家养伤吧 下周的放生法会 你就先别去了 那怎么可以呢 我发过愿的 每次放生我都要参加啊 下周的放生法会 我一定要去参加的 真是道心坚定 实在让人赞叹 果然 到了放生法会这天 许女士不顾自己手脚的创伤 仍忍痛参加放生法会 哎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还来参加放生法会呢 我发过愿的 我一定要亲自来参加放生 这种救护生命的善行 怎么能错过呢 真是有善心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咦 怎么回事 许师姐 您怎么了 黄师姐 我受伤的手脚竟然不痛了 真的吗 我想这都是因为 你坚持努力赎罪的结果吧 这真是太神奇了 阿弥陀佛 这真是行善事得善报啊 嗯 哈哈 鸡善之家 必有余庆 在台湾 有一家商店 店名叫做 善福地 老板林先生 为人十分仁慈 经常救助一些 受伤的小动物 小家伙 你的腿伤已经好了 赶快回家吧 以后过马路的时候 可要小心点哦 林先生 你救助的那只受伤的小猫 痊愈了吗 是啊 它现在可以回家了 林先生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好心才能得到好报 我们尽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的 你说的有道理的 哈哈哈哈 小凯 你在看什么呢 哦 我在看林先生 将那只受伤的小猫 治好了 刚刚在这里放走了 对呀 林先生 真是个好人 为他救助的动物 数都数不清了 嗯 可不是吗 我相信林先生 一定会好心有好报的 不要怕 我帮你包扎一下 你很快就会好的 有一天 林先生经过海边 哎呀 林先生 您又来海边放生吗 不是的 我今天只是来这里走走吧罢了 嗯 诶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诶 不知道啊 好像是 渔夫出海回来了 想必是 抓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吧 是吗 我们过去看看吧 哇 好大的一只海龟 是啊 要是能把这只海龟杀掉 它的肉 一定能卖好多钱的 嗯 你说的对 这只海龟这么大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 什么 你们要杀了它 是啊 这只大海龟被众人围在中间 正抬着脖子一直对众人磕头 啊 你们看 它这是在做什么 它好像是在给我们磕头 我想 它一定是在哀求我们饶它一命 放过它 想都别想 能抓到这么大的一只海龟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还指望它能多卖一些钱呢 林先生看到这只海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后 便起了恻隐之心 这只海龟你们要卖多少钱呢 怎么了 你也打算要买海龟肉吗 不 我的意思是 我要买下这只海龟 啊 你 你的意思是 要买下整只海龟 是的 你一个人要买下这只海龟 我没听错吧 你们不认识这位老板吧 他就是山福地的林老板 哦 你就是那位经常到海边放生的林老板 是的 我早就听说林老板为人善良 您这次该不会是打算花大钱 买下这只海龟放生吧 我正是这样想的 你们看 这只海龟磕头流泪 他是在恳求我们救他性命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 再遭杀身之祸 所以想将他买下来放生 你们开个价钱吧 好吧 那我们就卖给你了 好了 你现在安全了 林老板 你看 这只海龟在感谢你呢 林先生买下这只海龟后 就在他的龟壳上写下了 山福地放生五个字 林先生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啊 我准备把他放回到海里 可是怕他又被别人抓住 于是就在他的壳上写下这五个字 希望别人高抬贵手 不要杀害他 您可真是个仁慈的人 他这是在向我们道谢呢 真没想到他竟然懂得感恩 是啊 这只海龟真是有人性啊 以后我们遇到大海龟 一定不补 不载 不实 不补 不载 不实 这三步的口号 今天还留在当地的灵力之中 转眼间 十六年过去了 林先生也老了 他的儿子也长大去上大学了 林先生 你要出门吗 哦 是啊 我儿子在台北读大学 学校放假了 他今天要坐客轮回家 我呀 得去码头接他 哈哈 好的 那你快点去接他吧 好的 那你也去忙吧 林先生来到码头 等了好久 也没见到儿子所搭乘的客轮 一丝不祥的预感 笼罩在他的心头 怎么回事啊 明明说好今天会来的 怎么客轮一直没来 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果然不出林先生所料 他儿子所搭乘的客轮 果真发生了意外 我想现在 我老爸一定已经到码头接我了 他知道我要回家 走西大早就跑去接我 啊 怎么遥控这么严重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了不好了 我们的船触礁了 而且马上就要沉没了 啊 要沉没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船上一百多位乘客 一下子就被海水吞没 林先生的儿子 救命啊 也无法幸免地 救命啊 在海里载福载沉 完了 这下死定了 突然间 林先生的儿子 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一个圆桌般的大东西撑了起来 天哪 好大的海龟啊 看来今天我要葬身归附了 林先生的儿子本打算翻身再跳入水中 但是他已经无力挣扎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今天真的要葬身归附了 又在林先生的儿子感到绝望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龟壳上似乎刻着什么字 咦 这是什么呢 啊 原来这是父亲当年放生的那只海龟 怎么会这样 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真是菩萨保佑 让我遇到这只大海龟 真是菩萨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这样 林先生的儿子抱着海龟 念着佛号祈求菩萨保佑 海龟鼓动着四只脚 在狂风大浪中载他上岸 林先生的儿子顺利地来到了浅滩 他双手合时 面对那只大海龟 拜写他的救命之恩 海龟也昂首点头 好像是在还礼的样子 然后才转头游回海中 在茫茫大海中 海龟怎么会知道有海难呢 又怎么会知道恩人的儿子有难 而且还能够在大海中找到他 林先生当年不忍心海龟受苦 放了海龟重生 十六年后 林先生算是间接救了自己的孩子 给自己孩子一个重生的机缘 可见上天保佑善人 更保佑忍者的后代 果真是善有善报啊 沪池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成真义工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百分钟 优优独播放 百分钟 百分钟 第二 百分钟 適用 百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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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